加罗小姐姐已经上线了 今天跑跑老师就给大家带来破魔之剑 加罗的英雄教学 被动技能破魔之剑 加罗的普通攻击与技能伤害将会优先对目标的护盾效果 造成一次等额的伤害 被动技能让加罗的伤害有了破盾效果 就是说加罗面对护盾英雄时 伤害会变成两次 先打护盾第一次伤害 然后第二次伤害 以正常的伤害计算方式攻击英雄 一技能 杜琳之剑 加罗展开长弓 攻击剑格增加25% 并提升200点射程 在此形态下 加罗每次射击将会消耗50法力值 并使目标获得2秒的损伤效果 期间每0.5秒会额外造成一次法术伤害 加罗关闭成功提升移动速度 恢复攻击速度并恢复射程 在此形状下加罗的每一次射击都会恢复法力值 攻击英雄也会有额外的法力回复 一技能让加罗在两种形态状转换 注意 开启一技能 加罗可以持续在塔外点塔 配合昨日之功 更是可以远距离塔外点塔 二技能 静默之剑 沉默 延迟爆炸 加罗以长弓为 施法媒介 张开法阵 并在一定的延迟后向指定方向射出破魔之剑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与0.5秒的沉默 其50%的减速效果 持续一秒后 剑星穿过区域在一秒后会爆炸 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一支延时穿云剑 沉默爆炸来相见 加罗抬手动作后 发出类似于鱼姬一技能的剑 但是范围更远 路径上的敌人受到伤害 同时会沉默 减速 一秒后 这个直线的路径会再一次的爆炸 会有二次伤害 作为加罗的主要控制技能 可用来先手开团和消耗 三技能 纯净之欲 被动霸服法阵 加罗在身边张开一个能持续一段时间的法阵 对不起 对不起 是 没错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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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